芒果乳酪捲 真的超好吃的 它那種酸甜酸甜的那種感覺 在口腔裡面就是滿滿的芒果味 今天是沒有用芒果的話也沒有關係 只要是水果都很適合這個甜點 當我拿 欸 拿錯了 為什麼要拿這一支 我要粉紅的 粉紅色我才有辦法做甜點 你拿這個紅色我就不會做了 不要下班好嗎 今天主軸就是要教你們用平底鍋做甜點 不用烤箱嗎 對 不用烤箱 因為我拿小粉紅的時候才是用烤箱 而且現在最中的就是芒果 可能影片上的時候已經過季了 沒關係 只要是水果都很適合 今天我要做的這個甜點 芒果乳酪捲 超市啊 量販店都買得到的食材 讓大家可以很輕鬆方便 做一個非常好吃的甜點 跟著我步走一起做吧 首先的話我們先準備一個大的水晶丸 將我們的蛋倒進去 這裡的蛋就是全蛋 接著倒入我們的糖 進行攪拌 這裡的目的呢 主要是讓糖可以均勻的融化 所以你也不一定要用砂糖 你要用糖粉也可以 它比較快速可以融化 攪拌均勻之後 下入牛奶 然後一樣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倒入我們的滴粉 那滴粉的話你可以分三次的步驟 然後一樣要過篩 攪拌均勻 麵糊調完了之後 再來進行一次過篩 那為什麼要再過第二次篩呢 主要目的就是把它的顆粒感過濾掉 好 我們就進行下一個步驟吧 準備平底鍋 這裡一定要使用比較不沾的鍋子喔 那我們就抹少許的油 雖然是強調不沾鍋 但是還是要有一點油脂 抹薄薄的一層油之後 我們就適當倒入我們的麵糊 那其實做法就有點像我們在煎法式薄餅 把它均勻 那稍微有一點厚度沒關係 太薄的話 你在捲的過程當中可能會容易破 等它邊邊慢慢的熟化 熟到中間之後我們再做一個翻面 煎完我們的麵皮之後 接著就做我們的餡料 我們今天餡料選用的就是我們的奶油乳酪 這個就是很方便取得啦 不想要吃這種質地比較紮實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可以用鮮奶油也不錯 裡面就加少許的糖 那糖分我覺得你也可以不需要加 因為我們今天主食材的水果就是芒果嘛 那芒果你選用的甜度如果來的比較高的話 就不用再加糖 把它拌均勻 這樣就可以撞到擠花袋裡面餡料就這樣完成了 接著我們就來包他們的餡料 首先我們先取一片把它對折 對折了之後我們先擠少許的餡料 接著我們就把我們的芒果丁加進去 就這樣把它捲起來 這樣就完成一捲了 剩下的一樣照相同的步驟就來進行吧 我們的芒果乳酪捲就這樣完成了喔 我們的芒果乳酪捲就這樣完成了喔 告诉你 真的超好吃的 因为我们今天搭配的是 今晚最好吃的芒果 它那种酸甜酸甜的那种感觉 在口腔里面就是满满的芒果味 今天是没有用芒果的话也没有关系 你就尽量用当季的水果 一二月份啊 有草莓 你也可以用草莓 或者是其他的水果 只要它的水分不是很多的话 都还蛮建议的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你如果做好了 你可以不用马上吃 冰果一定更好吃 这个芒果卤肉卷就推荐给大家了喔 我是迷泽 那我们下次见啰 好 芒果卤肉卷 你笑什么